小姐姐说到我们的钻石化之后呢 我们把包给打开 在我们的钻石化当中啊 打开画布 里面的话有我们的材料包 有我们的这个工具包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画布很方向的给它上去一下 把这个画布有准备的地方的给它抠平 接下来的话拿出我们材料包当中的圆 一共有猫猫的话就十一个颜色 十一个颜色 工具包里面的话会有颗封袋 还有咱们家的这个号码贴 由于这一幅画的话 它一共是有十一个颜色 我们把这个贴出十一个小袋子出来 我们把这个号码贴贴到袋子上 我们钻条的顺序是按照这个色钻对照表的顺序 321这一包钻的话 我们对应的是这个1号这一包钻 拿出刚好贴好的自封袋 把这一包钻到1号钻包里面 那么666第二包钻的话对应的是2号钻包 我们把2号这一包钻 装到这个2号袋子里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这个740的话 对应的是这个03号这一包钻 我们把740放到03号这一包钻里面 现在我们开始分钻 拿出我们工具包当中我们点砖熟化的工具 拿出我们工具包当中我们点砖熟化的工具 钻盘笔套 点砖笔 浇泥 石头 这些是我们用得到的东西 把这个四头拆下来 我们把笔套装进去 打开我们浇泥上面的防尘膜 用点砖笔在上面按压一下 按压两下 让你的笔头当中啊 充满了这个浇泥 接下来我们开始贴钻石画 拿出家里面的小剪刀 我们在换木上面滑液到出来 剪开一小片区域 揭开这半边的防尘膜 我们把这一片区域先开始贴 从右手边开始点 找到对应二号这一包钻 我们把钻倒在我们的钻盘上面 轻轻地摇一下这个钻 开始贴钻石画 用上点砖笔取好钻 我们开始往画布上贴 接下来切换一下我们的工具啊 这个是我们家的四头笔 拿出我们工具包里面 刚才的这一块胶泥 用我们的四头笔去按压胶泥取胶 按一次 按两次 用手按压一下这个胶泥 让它更加平整 接下来我们用四头笔来点一下这个钻石画 接下来我们换一下石头笔 展示一下这个石头笔的使用 在刚才的这块胶泥上 依然也采有按压的方式 让你的笔头当中充满胶泥 我们可以用手去按压一下这个胶泥 让它这个胶泥和笔头 更加契合在一起 接下来开始贴钻石画 畅�石头订阅 但一种里面 可疯 动 搅拌板 中文字幕 李宗盛